30日清晨,路野高台,喜气洋洋,很浪漫 一对新人在台东爱心球上举办了一场全国首次的热气球婚礼 现场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 新郎李彦春,牵着爱情长跑七年的新娘徐采玲 由台东县长黄建廷为新人证婚 并在亲友团和上千名游客的见证下签署结婚证书 新人随即搭乘主办单位精心布置的爱心球进行自由飞体验 在现场上千人的祝福声中缓缓升空 浪漫、喜悦的气氛让在场的民众都感动不已 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台东的子弟燕村 在这里来迎娶她的新娘子新竹县的彩玲 那这个也是我们相信是全国第一次的热气球婚礼 希望所有的新人都可以像他们今天彩玲跟燕村乘坐这颗新型球一样 让他们未来都可以像热气球一般升空 然后一起在追逐他们的理想跟梦想 新人搭乘热气球遨游在台东纵谷 感情也随之升温 相信新郎成功的给了新娘一场浪漫又难忘的婚礼 降落后亲友团也争先与新人合影 留下最甜蜜的纪念 我们的婚礼大概前前后筹备的时间大概花了 应该快应了 心情就是很开心也很特别 然后我会一直记住这一天这样 我们在9月28号县政府要在出路牧场办一个台东的热气球集体婚礼 我们现在这个名额是设定30对 那所有来报名参加台东的热气球婚礼的新人 都可以来搭乘我们的热气球做细流的体验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康 我们真的结成的欢迎新人们都可以选择最美丽的台东 最浪漫的热气球来做他们的这个婚礼的这个背景 相信活动资讯请洽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理俗科 电话08931090 或上台东县政府全球资讯网查询 台东县政府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9 3 4